由安孝谢、金氏正、金明奎、薛仁雅主演SBS电视剧社相亲昨晚播出第八集 收视率以10.8%刷新自身记录 本剧情真的全程高填啊 除了赴CP程序应输的29进床之外 我们下例与社长Name终于以吻海吻户通心意 成正果有预感剩下的四集会填到掉牙photo from SBS上级剧情 江泰武、安孝谢氏以出差之名代身夏立、金氏正、到海边约会 夏立之前在朋友们面前谎称自己有个财阀男友 却因为意想不到的偶遇而面临被拆穿的危机 这时泰武及时英雄救美 自称自己是夏立的男友而为他解围 上级剧情回顾点 这里以下为第七、八级剧情 Photo from SB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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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泰武假扮夏立的男友 请夏立的朋友们吃饭 并积极展现了多精、粘人、疼老婆的男友演技 各种肉麻情话性首年 朋友们都表示很羡慕夏立 晚上夏立和泰武住肩房 本想睡沙发的夏立 因为泰武的一句你是 等睡着后再被我抱去床上吗 只好乖乖答应睡 把沙发留给泰武 Photo from SB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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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隔天 泰武叫来了爷爷的游艇 气派的在 大家出海游玩 李明宇得知泰武和夏立交往很不适滋味 质问两人的交往经过 泰武回答 我第一次看到像夏立那样的疯子 觉得很新鲜 并表示是自己对夏立一见钟情 穷追不舍 李明质疑以泰武的条件怎么会看上夏立 言下之意 时就是觉得夏立配不上泰武 这番话让泰武很以为然 因为他看到的是夏立的魅力 而不是条 Photo from SB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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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hoto F 让SBS在泰武还在当假男友时 车成勋 金明奎氏 宇晨 书 薛仁雅氏 已经度过了火辣的一晚 然而隔天 行的硬书却完全记不起昨晚发生的事 慌乱的 承勋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还一直躲着他 硬书 态度让承勋很受伤 他告诉硬书自己当初在变 商店前就对他一见钟情了 那晚发生关系也不 一时冲动 只是他会遵从硬书的想法 与他划清 硬书 这才赶紧解释 让承勋再次露出了笑容 保证这次绝不会再让硬书忘记了 修 Photo from SB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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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ds Photo from SBS sphoto from sbspho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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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m sbs 然而泰晤万万没想到 夏丽竟然吻后不认账 表示只是一时失误 精明的泰晤便提出要夏丽赔偿接吻费 让夏丽陪自己到游乐园玩一天 民语意外发现夏丽与泰晤之前的恋爱契约 契来找泰晤理论 还打了他一拳 夏丽担心闹上心会影响泰晤 进而阻止泰晤回击 但此举却像是袒护明语 让泰晤大受打击 夏丽拉走明语 提醒根本没有资格管自己的事 而明语也看出夏丽的喜欢上泰晤了 photo from sbspho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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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m sbs 社长共计暖餐夏丽富商也要夺下MVP 却意外听见泰晤要去相亲的消息 夏丽终于决定正视自己的心意 她打电话要泰不要去相亲 没想到泰晤其实正等在她家门口 算重新告白 结尾 夏丽一吻还吻 两人终于修成 果辣下集预告 两人开始了秘密恋爱 但泰晤一想官宣 笑 另外 爷爷的存在也是一大难关 夏丽 泰晤要怎么获得爷爷的认可呢 社内相亲人物 少 分级剧情 一 十二级大结局 立刻来follow 我们的Instagram的 K Daily K Dail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